呂志和說,做阿姨已經滿足了 今年6月成為恒指成份股的銀餘 以昨日收市價計,市值超過18億 在河賭股來說已經是第二位 昨日公佈中期業績,半年純利創新高 有46億港幣,安年大升3.5% 成績還不錯,難歸做不成第一都更滿足了 澳門島國娛樂業務有景 而本港又傳出超人看探香港,甚至撤資的消息 新島黃怎樣看? 百佳和其他公司的所謂商業行動 我就不斷批評了 香港、澳門、中國都是我們自己的國家 自己的家鄉 我從來未想過在這方面撤資 其實河賭業也有憂慮 好像內地經濟放緩,銀根緊絕 對銀餘旗下澳門銀河貴賓餐業務都有影響 今年上半年的珠碼數,安年下的3% 不過第二季的表現已經有好轉了 現在有13億人口 能否維持澳門未來的發展呢?當然有了 所以銀魚在澳門還有很多發展 好像澳門銀河第二期 預期在2015年完成 第三和第四期呢? 亦有望在今年底至2014年初動工 至於7月收購回來的金刀都要重新包裝 這裡又要用錢,那裡又要用錢 副主席就說公司的財務很穩健 有借有還,就是上等人 說在第三季初已經預先償還35億的貸款 她說得利息開支,還說真的有融資需要 而公司現在的財政狀況都應該沒問題呀